这媳妇就不是媳妇啊 我是打个比喻说 男孩跟你孩在一起 你的意思就是 别人的女儿就不是女儿了 别人的兄妹就不是兄妹了 你请我怨的事 你请我怨的 那他也是啊 你怎么受不了啊 这种人该扔了 你刚才那个还该扔 视频中这个被图雷老师怒斥的男人 就是主人公阿诚 他究竟做了什么 让图雷老师如此血脉喷脏 甚至把他当作垃圾想要扔出去呢 事情的起因 还要从女友小丹的口中得知 有一天他与我出去吃饭 然后我特别开心 因为之前 就是他量过我手指的大小 我觉得他是给我暗示 那天能向我求婚 然后我就去了 我等了好久好久 他都没来 然后打了好多电话 也没接 我当时还担心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就特别失望到最后 然后我就回家了 回家了 就在微博上发现了 他跟一个女孩亲人的照片 阿诚和小丹在朋友聚会上相识 因为两人十分投缘 于是没过多久 两人就正式确定了关系 而在这段恋爱中 小丹也真心实意地为阿诚付出了很多 就在他以为二人即将结束爱情长跑时 男友却背着他在外有了别的女人 甚至还大张旗鼓地用二人的亲密照片 发了个人账号 这让本就被放了鸽子的小丹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找到阿诚质问 可阿诚面部红心不跳地说那只是应酬 从小丹的口中不难听出 这种事情已经不止一次发生 而每一回 阿诚总是以喝醉酒应酬来搪塞 甚至从来不知道悔改 反而是在被发现后 为了心安理得的脚踏两只船 他给女友准备了鲜花和礼物 来哄小丹开心 不过幸好小丹并不是恋爱吗 面对阿诚浪子不回头的赖皮做法 忍无可忍的小丹 更是直接在现场当中撕破了阿诚的真面目 待了一段又出去花天酒地了 就算我出去玩了 吃灰的永远是女孩 阿诚的一句话虽然逗了在场的所有人 但却也引起了在场女性的不舒服 按照他这么说 他虽然与其他女生发生过关系 但自己只是玩玩根本不用负责任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觉得他又不吃亏 能把不尊重女性说得这么理所当然的 我还是头一次见 这可真是80岁老奶奶喝稀饭 无耻到家了 这稀饭就不是稀饭了 我是打个比喻说 男孩跟你孩在一起 你的意思就是 别人的女儿就不是女儿了 别人的兄妹就不是兄妹了 你请我怨的事 你请我怨的 那他也是 你怎么受不了啊 这种人该扔了 比刚才那个还该扔 徐磊老师的话 真是大快人心 然而面对导师的话 阿诚似乎没有一点听进去的样子 他直言自己虽然背叛了小丹 但小丹给他带来的伤害 却是一辈子都难以忘却的 那么小丹究竟做了什么事 让阿诚何出此言呢 后来因为这件事 其实我心里也挺愧疚的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了 我就买了戒指 在我生日那天 相对正式地去求婚 他戴上我戒指之后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说什么呀 他说 他有孩子了 但是孩子不是我的 阿诚怎么也没想到钓鱼这么久 自家的鱼却早就被钓走了 而自己就跟个傻子一般 直到求婚才发现 被戴绿帽的阿诚 愤怒的气不打一处来 怒斥女友为何这么对他 看着歇斯底里的阿诚 那时的小丹 并未说出个所以然来 而是第二天就选择了不辞而别 小丹的消失让阿诚心如死灰 整日都陷入颓废之中 而心爱之人出轨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无异于弯心之痛 可让人怀疑的是 如果按照阿诚所言属实 今天的小丹早已为人母为人妻 那么他又为何会找到节目组 希望能够和阿诚重归于好呢 这就让人有些疑惑了 目不成他被抛弃了 想要让阿诚当接盘侠呢 而小丹当初真的背叛了阿诚吗 我当时就是想报复他 产生了那种心理 你可以出去玩 那我也可以出去玩 所以那天我就出去玩了 不是你有一万种 报复他的可能性啊 你干嘛用这个报复他呢 我觉得这样才 最能让他体会到 我当时的感触 我当时什么心情 原来小丹当初出轨是真的 怀孕也是真的 但这一切并不是不爱阿诚了 反倒是因为更加在乎 所以才想让阿诚也常常被背叛的滋味 而小丹当时想的是 比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劝说阿诚好好和自己日子 可没想到自己却意外怀孕了 面对小丹的解释 阿诚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所以你就跟别人发生这样的事 实际上是来报复我 你知道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 如果是你心爱的女人 这样子对你 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在你心爱的女人 那个还在的时候 你跟别的女人接吻 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兄弟 你回答一下我 我解释多少次了 有的时候去应酬 原来小丹和阿诚未相恋之前 二人都是非常崇尚自由的人 不被世俗的家所束缚 下了班去酒吧喝喝小酒 便是些新的异性朋友 都是常有的事情 可在浪的浪子野中难逃情关 在两人相恋之后 双方都答应彼此不会出去鬼混 而小丹也是担起了一个 贤妻良母的角色 断绝所有异性朋友的联系 辞掉工作晚起衣袖 为阿诚洗衣做饭 可让小丹没想到的是 阿诚一边享受着家的温暖 另一边却在外合 阴阴艳艳们纠缠不断 但是我给你解释了 事情过了多久了 你还突然给我来这么一出 你解释什么呀 从那以后我就不相信你了 面对小丹的话 阿诚心中也十分委屈 紧接着也不再给女友留面子 那件事之后 我向你道歉 你自己生气 你说你去酒吧玩吗 你玩吧 你故意在我面前 跟别的男孩子亲情我 我也没说什么 他都到在当着你的面 跟别的男孩亲情我我 你都不说什么的程度了 我觉得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就是冷战嘛 可以说白也没关系 平常我们就是爱玩了一堆人 其实你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你以前一样花天酒地 你以前什么样 我觉得我心里清 阿诚背着女友在外鬼婚被发现 小丹为报复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两个人之间 早已没有感情可言 全剩下算计 伤心的小丹最终选择不辞而别 而阿诚在确定了小丹 确实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也没有再联系他 阿诚虽然没有联系小丹 但小丹表示自己心里一直都深爱着他 并试图通过道歉想要挽回阿诚 我觉得我当初确实是不对 我也挺后悔的 那个时候可能是太压抑的 然后整个人就疯了 就才会那样做的 其实小丹的做法不仅伤害了阿诚 更是伤害了自己的身体 然而面对小丹如今迟来的道歉 阿诚是否会选择和他重归于好呢 在阿诚看来 他虽然经常游走于外面的花花世界 可他心中所爱只有一人 那就是小丹 他之所以没有直接原谅小丹 其实是因为他过不了那道坎 尽管身边的朋友都劝自己 何必担恋一枝花 但只要他一想到小丹做出的事 他的心就跟挣扎一样疼 所以如今面对小丹的复合 他也不知道如何办才好 当局者谜 旁观者清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里 想必各位看官心里已经十分清楚 本以为两人只是感情上出了问题 可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了解 两人早已不是感情问题 而是价值观人生观出现了问题 我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 别再一个人再去祸害一个姑娘 一个人再去祸害一个小伙子了 他们俩是怎么一回事 两个已经完全没有底线的想要找回自己的底线在一起 后来发现很多事情不能回到以前了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变了 就赵凡老师刚才说的一样 你们两个的问题已经不是爱情的问题 是价值观的问题 谈恋爱之前 先学会做人 你连人都做不好 你觉得什么都可以 什么事都可以 样样都行 肯定会出问题 恋爱前彼此双方都知道对方爱玩 可恋爱后谁都不能信任对方不会出去玩 而造成如今的局面的根本原因 纯属就是两人毫无底线的人生观价值观 而小丹用男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本质上就是大错特错 想要惩罚对方犯下的错误的方法 可以有很多种 但绝对不是惩罚自己 他们俩不像夫妻 更像是玩伴 两人之前都有着私混的过去 但是两人慢慢慢慢地产生了情愫走到一起 他们有共同的誓言 就是不允许背着对方再出去私混 而体现誓言的方式 是婚姻 但很可惜的是两个人的本性都改不了 两人的本性 共同的本性都是都自私 而体现本性的方式 就是背叛的方式 阿诚逢场作戏却说吃亏的是女人 振振有词认为自己没有错 彼此之间可能存在过短暂的爱情 但随着爱情的消失 再也压抑不住身体内的作祟荷尔蒙 于是两人的结局显然易减 如果最初他们俩之间 不是彼此之间互相结合 而是找了一个 能够绑住自己事业 能够遵守自己事业 同时也能够引导对方 能够很好的珍惜爱情的人 或许他们能够走回头路 图雷导师的话可谓是真真见血 面对导师的分析 臂旁的两人陷入沉默 而阿诚最终也选择了离开 相爱容易相处难 相处容易向量难 爱情中我们除了深爱彼此 更重要的就是忠诚信任 所以对于这段复杂的感情 你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积极互动留言哦